来筹办这一次的影展 跟在座的各位一样 我来到澳洲 那不管离开家乡多久 我们对台湾的依恋跟关心 从来没有解过 那海外的这个台湾人士 其实从已经这样 就是说从1970年代开始 他们离家背景 但是他们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运动的贡献 不亚于在台湾岛内的人民 我想邱老师是一个非常特殊 他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 那当然在座的各位也一样 尤其是在各个社团 包括台商会 包括这个世界多门文化艺术协会 通过你们的力量 让澳洲的社会 让海外的我们的友人 认识到台湾的文化 那我想这一次 我小小的一个努力 是希望结合台商会的力量 结合台湾文化我们国际的力量 通过不一样的文化活动 举办纪录片影展 让澳洲社会 让我们的澳洲友人 来认识不同印象的台湾 从1970年以后 你要不来多发以后 我们算账慢慢算 刚才我们这个副处长讲的东西 好像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 我们外交官讲的最好了 翻评 本来 本来 показ 但是我有時候要講多久 我說要三個小時 那麼我準備了大概三個小時 不過還好啦 剛才郭主持人跟郭博士講的東西 大概已經替我講了大概兩小時五十五分鐘 所以我大概只要講五分鐘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臺灣 第一個就是說最近正在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聯合國的問題 我有一篇文章在世界中報登出來 臺灣是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一個國家 剛才郭博士講的 我們的國家經濟世界上是非常先進的一個經濟大國 其實以這個國家的GDP來講的發 他是以PPP Position Power 來算的發 其實恐怕比澳洲還要高 比日本還要高 另外我們講說以民主政治來講的發 臺灣的成功歷史 成功故事 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成功的情況 這裡比日本要好 尤其是我們這個政黨政治角度來看不發 政黨的問題的角度來看不發 我們的政黨的這個政策比值得好 但是為什麼臺灣現在是世界的顧我 那麼可能 世界上兩百個國家裡面 臺灣不是聯合國的而已 海裡 那現在Pakistan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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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搞了60年 臺灣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我們在Olympics RioOlympics肝丸的 我們是跟難民隊進場的 副市長很可憐 為什麼那麼可憐 為什麼臺灣被欺負的那麼厲害 臺灣是世界上那麼先進的民主國家 先進大國 被全世界都過國欺負最厲害的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臺灣人為什麼不會欺 你為什麼不會這麼欺 不會發脾氣 我們不會欺負連絡口全部欺負四位 還唱唱歌跳跳舞 因為我的屁股沒有要去連絡口把它炸掉 然後才改變了 但沒有我們就挑跳舞 常常都 表示我們希望今日連絡口每年 過去八年完全沒有 因為為什麼 剛才講的文化各方面 為什麼臺灣變成這麼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國民黨 1945年1947年1949年以後 來統治臺灣 就是讓臺灣人沒有歷史 沒有歷史記憶 讓臺灣人沒有文化證明 那臺灣人不是臺灣人 開始是專制統治 甚至於是已經鎮壓 以前是那個李東輝 陳水扁當總統了 但是馬英九的巴黎一樣又回復到 把臺灣又弄掉 臺灣的基地 臺灣的歷史 臺灣的心態 臺灣的心理 臺灣是非常 那麼樣一個被 完全模糊掉 沒有掉的一個 一個能力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會起 因為沒有完 你看比韓國人差太多 韓國人發怒 韓國人發怒 臺灣能力 這裏面就講到好中儀 你其實不是沒有 我操作一個很豐富的文化 原住民的文化 客家 我們客家人最糟糕了 不會講客家法 天下有這種事情嗎 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四五十年 臺灣的客家人不會講客家法 連蔡英文不會講客家法 我多年起來開始在學客家法 他是客家人啊 他不會講客家法 後來又要選總統 怎麼開始在學客家法 他請我們苗栗的那個老師去叫他 扣交放 天下有這樣的故事嗎 那就是為什麼 這一次我們 剛才部長的蒙基 是我們八片 同時把臺灣的影片演出來的 這是澳洲第一次 不是說只有他 不只是回事 而且澳洲只有第一次 澳洲是欺負臺灣很厲害的國家 所以我為什麼每次看到澳洲 徵購都要罷 吐不下去嘛 大家知道我每次到澳洲正空做到 我覺得我罵 我罵心裡就不輸 澳洲欺負臺灣很厲害 所以我想這部八個片子的演出 就大家一定要找回 從有一些好好正統好好的發揚 台灣人和台灣的這個歷史記憶 文化的這種認同 國家的認同 所以看見這部八個片子的位置 但是它的意義非常地壯大 明天就像這個波羅 我才會講一些比較政治方面的話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的邱教授 那其實這個 我們請看再講一些 主艘 太大 沒有 主艘 這個 就是 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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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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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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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会得到这样的感觉 不过我会希望 这次发布的纪录片 大家来看之后 希望大家也能够有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来看这个影片 对你的视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谢谢 其实刚刚 宋副所长讲的 那个历史 麦克里面有 有不少是 跟我这两部片子有关系 尤其是德日嘎 就是谈我们 台湾原住民的故事 刚刚郭博士说我 2009年进去高雄 事实上是我本身就是高雄人 德日嘎小情歌 就是排高雄山里面的 一个部落 叫茂林 那他其实原名叫做德日嘎 如果他们自己称自己的那个族群 就叫德日嘎 那他是 是虽然被划分作 盧凯族 但是事实上是 非典型的盧凯族 也就是说 语言相似盧凯族 但是 精确来说 又 没有完全的 跟正统的盧凯族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们也是 有待 想要去争取 他们那种 第17、18、19 组的 那个 不同的族群 那 这部片就是 从一群歌谣队 唱他们的歌 然后 从歌谣队里面的钢琴手 部落的一个 妈妈 然后从他跟他爸爸 他爸爸 非常专精于部落的语言 然后来 在弹他们的文化部阵 这样子 那小朋友唱歌 歌声很好听 当初我就是因为 有一次去 录影他们的歌比赛 然后 被他们的歌声所感动 然后就跑到他们的部落 去认识他们 然后去拍摄他们的 一个 纪录片 那 另外一个 海上情书 其实也是一样 跟 跟我们 澳洲的地理环境 都非常有关系 就是 澳洲上面 有很多 南岛 南岛与祖的 小国 比如说 马萨尔 皮恩基 諾鲁 这些 等等 其实是 我们刚刚宋处长 提到的是说 有一种人类学的观点 就是说 都是从台湾那里 出发 扩散出来 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 台湾是 地理上最小 但是 语言奇异最大的 所以 他是最有可能 是从那里 南岛与祖 是从那里出发的 然后 海上情书 其实也就是 跑到马少尔 沿洋漁业 台湾的一个 非常 在我们拍摄 我们当初会拍 海上情书就是 台湾 是 台湾 一个岛 但是 它的 漁业非常发达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记录 沿洋漁业的故事 每一艘船出去 其实都是一个小台湾 但是从来不晓得 那个 船出去的世界 长什么样子 所以 当我们有机会去 去记录这个 用美式为王 抓的尖尾鱼 去做罐头 这样子的 跑来赤道附近 和渔船 他们 船上的故事 我们就 经过船的 船东的迎许 包括 另外一位导演 郭真迪 于是也是我太太 然后她 跑到船上 跟着快六十天 就是完全没有下船 那我 快五十天 隔一年又快五十天 没有下船这样 前前后后 就完成了这部 纪录片 对台湾人来讲 就是 以前没有看过的影像 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两部片子 不只是 讲台湾的故事 也是跟我们澳洲 非常有那种地缘关系 也很希望 大家有 可以到 去 跟其他片子通场 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 就是能够提供大家 更绵延的一个网络 然后让全世界的人 也可以 藉由你们这一天 认识台湾之后 然后我们带她去台湾 让台湾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想 我今天就讲话到 讲到这里 也故意 我们各个社团的 这个 负责人 回去也跟你们的 会员 也多通知一下 明天就要应演了 那 欢迎大家 有没有来出现 中商负领气管协会 有黄金海岸 过来的 米歇尔廖廖会长 以及刚才在记者会之前 就很早来这边准备 而且赞助我们的 呃 长绒航空的 杨基金 杨总组 非常欢迎 好 以及我们 昆斯兰台商会的 前会长郭国栋 郭会长 一起在澳洲推动 为台湾发声 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部分 那今年台湾加年华 已经是第五届 其实促成台湾加年华 不只是台商会 很多很满意的工作伙伴 会长 还有许多 是我们本地的 乔社社团 刚刚 呃 许会长也有提到 在加年华两天的活动当中 从今天 呃 到明天 呃 在舞台上 在原优会里 有各个乔社社团的 呃 协助 协力和合作 呃 至于在这个影展的部分 呃 我要特别提一下的就是 有世界多元文化艺术协会的 呃 呃 创会 农育会长 也就是陈秋燕 陈乔努顾问 他慷慨的将 看见台湾的公播全 免费支持本次影展 因为看见台湾的海外播应全 公播全 是由我们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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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慷慨的提供我们这一次影展 让我们可以降低了成本 并且 呃 不只是布里斯本可以看到这部片子 在凯恩斯 Kens Kens 也有很多我们年轻的台湾移民 台湾侨胞 呃 预计在10月8号 呃 我们能够呃去支持呃 呃 台湾嘉年华在明天在呃 呃 Sundie Van Heer小学的舞台上 各个侨团的一些表演活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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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